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我首先介紹台上三位醫生 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醫生 衛生防護中心全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彥夏醫生 我首先想和黃醫生做個開場發言 大家好 首先我要講講關於檢測那方面 我們一直在機場進行檢測 加強病毒檢測的措施 昨晚衛生防護中心再次發信給私家醫生 呼籲他們對一些出現輕微病徵的病人 都可以考慮做新冠病毒的測試 因為我們都發現近來不少的病人 特別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士 他們的徵狀都是很輕微 還有就是有時都不是很特定的 所以我們就呼籲私家醫生 如果有些病人是有急性的症狀的話 無論是嚴重程度是怎樣 又或者他們是有沒有去過一個旅遊市 那都是可以考慮做這個檢測的 如果看回我們在大概一個月之前 就開始為私家醫生提供一個免費的 實驗室的那個檢測的服務 那麼就累計來說 都已經有超過4000個樣本是收到的了 那麼那個樣性的比率呢 接近是兩個百分點的 那麼這個如果看回不同的那些監測的那些組群呢 其實都是屬於一個高的水平壓 那麼所以我們都希望就是私家醫生 都可以進一步呢 就是為他們的病人呢 就是加強這方面的那個測試的 那麼另外呢 我就在這裡都想提一提呢 在今天的個案呢 就有一位新的情報的病人呢 就是929號的病人 那麼等一下張醫生都會說多一點點 今天的那些新情報的個案 那麼這一位的病人呢 那麼因為呢就是 他是一位尼泊爾籍的病人來的 那麼昨天呢 因為他就一家人呢 就是在這個檢疫中心那裡 就因為是早前一些確產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那麼就入了這個檢疫中心 那麼昨天呢就是有個報告呢 就應該就是這個家庭的那個父親 不是 Sorry 應該是他的兒子 就是一個陽性的個案 那麼但是呢 昨天呢就 因為有一些的 中間可能出了一些的問題呢 就送了他的爸爸呢 就是進了院的 那麼我們都是剛剛呢 就是收到個消息呢 就是知道呢就是 中間呢就是有些地方搞錯了 那麼現在呢都是通知了那個家庭 那麼就會安排那位確診的應該是兒子 那麼就會送入醫院這樣 那麼就我交給張醫生講一講 今天的那些個案 今天就有21宗確診個案 那麼確診的編號呢就是 個案編號就是 916去到936 他們的年紀呢是16歲去到61歲 12男 九女 那麼其中呢就有12位呢是有外遊紀錄的 那麼四位呢是學生 有外遊紀錄裏面的人士呢 其中第921位是一個女士40歲呢 她都是一個外傭來的 那麼她就跟家人一家呢 就是3月1號去到4月4號呢 就去到法國這樣的 那麼另外呢就是有另外一位931號個案呢 她是之前是跟461宗個案有關的 那麼是兩夫婦一起去了澳洲的那樣的 那麼在那些沒有外遊紀錄的裏面呢 我們有其他的那些呢 就是有9位呢 那麼其中3位呢 都是我們之前有一個903呢 就是去了New Way卡拉OK的那些同事 就是一起有一個戰略的卡拉OK的那樣的 那麼其實總共就有8位人士一起去的 那麼現在呢就是有多確診多3位的 就是有923啦 925啦 還有932的那麽他們都是馬沙有些不同地方的職員 那麽他們就是一齊 就是在3月25號就有一個聚會這樣 那麼相信是那個時候呢就感染的 那麽另外呢我們還有4位呢 就是跟那個巴的群組呢有些相關 不過是一些第二代的群組來的 那麽比如926呢就是她是864的太太 那麽而928宗個案呢就是526宗個案的先生 那麽第930宗呢就是453的兒子 那麽他們都有一些是在檢疫中心這樣就檢疫了 作為確診的那麽另外呢929那個中個案呢 其實它就是他們和爸爸媽媽一起住 那麽就是在益城樓那裏的那麽 那麽因為他們就分租了個一間房 那麽給了477和525一起住 那麽所以當時477和525的確診的時候呢 那麽我們就把他家人 那麽另外他們還有一個外傭呢 就一起呢就是同一個單位 不過他們一起用廁所那麽 那麽但是就是不同家人那麽 那麽就一起送了去檢疫中心的 那麽所以它現在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麽另外呢第924宗個案呢就是 那麽之前red minister有個卡拉OK群組 那麽759的是他的兒子 那麽我們有一宗呢就是本地的 暫時未有源頭的個案 就是第933宗那麽 那麽她是一個 都是一個尼泊爾籍的女士 那麽38歲那麽她都是懷孕的 是19歲懷孕的 那麽住在廟街的童仔 那麽我們還在這裏要 詳細再了解回她的潛伏期那些情況的 那麽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麽多 那麽現在請下何醫生我幫我們會報一下 醫管局方面提出 那麽多位你們好 那麽直至今天中午12點呢 那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一共情報了120宗為的個案 那麽連同之前樓院的個案呢 那麽現在還有729位病人呢 仍然需要樓院接受隔離的治療 那麽在過去24小時呢 有20位確診的病人康復出院的 那麽至今呢 其實已經有236位病人呢 就康復出院的了 那麽直至今天中午12點 那麽在673位確診的病人呢 分別在我們14間醫院裡接受治療 那麽而其中14位的病人呢 情況是危残的 那麽當中呢 那麽比起昨天呢 是有兩位新 即是需要我們 新治治療部治療的病人呢 那麽號是698號 和857號 那麽另外呢 那麽有五位病人情況嚴重 那麽同昨天那五位是一樣的 那麽另外呢 那麽有654位病人呢 情況是穩定的 那麽在今天呢 我們父阿病床的數目呢 是1,121張 那麽比起昨天呢 是多了11張的 那麽至於 父阿病房的那個數目呢 是572間 那麽比起昨天呢 是多了8間的 那麽他們的使用率呢 分別是69個Percent 那麽和77個Percent 那麽另外呢 那麽都想和大家跟進回 博愛醫院的那個確診的個案 那麽我們呢 那麽已經幫大概 那麽我們已經幫了 304位的職員呢 做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那麽裏面呢 是包括我們的醫生 護士專職醫療的人員 那麽病人助理 那麽還有一些外判的員工 那麽其中呢 206位呢 那麽結果呢 是呈現陰性 那麽其他的人呢 還在等結果 大家都留意到追蹤的名單 其實是比昨天增加了 因為病人入住期間的時間都是長 還有期間除了我們追蹤 我們恆常在病房的醫療人員之外 其實為了審慎起見 其實我們也都有跟進 曾經入過我們病房工作的外判員工 員工和其他機構服務的職員 所以我們當中都需要其他機構職員 幫我們核對那個名單 之後再安排他進來醫院做測試 而在有關病房接受隔離的病人當中 有一位82歲的男病人 今天凌晨的時候因病離世 我們看看紀錄 這位離世的伯伯本身都是有長期病患的 他是在3月29日才開始入住我們五樓的病房 也就是說其實跟先前確診的兩位病人 離開了病房之後 這個伯伯才入住的 但是基於我們專家的意見 我們在之前都安排了 這位伯伯繼續在病房做隔離治療 同時間我們也幫他拿了一個樣本 當時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是陰性的 但是為了審慎起見 其實我們都在病人的遺體裡拿了一些樣本再去化驗 現在是在等著結果的 另外感染控制組的同事 昨天都去過有關的病房去檢視護理的程序 也都提醒同事相關感染控制的程序和指引 另外我們也都調動了一些額外一批 醫療儀器去回相關的病房 裡面包括就是血壓計 夾手指量的血氧飽和度的監測儀器 都希望這些可以幫到接受隔離的病人 不需要共用一些儀器 同時也都確保隔離的病人 床與床之間最少有一米的距離 還有任何時間都戴著口罩和保持手部的衛生 今天的報告到這裏 謝謝你 現在是提問時間 趁大家先舉手 用我的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請你們在發文之前介紹一下自己代表的傳媒機構 還有每次最多發文三次 第一位 這邊的位女士 你好 香港電台 想問馬沙的群組 其實裡面的確診的人士 他們是在馬沙裡面擔當了甚麼職位 還有其實看到馬沙昨天還是繼續有營業 其實你們是怎樣去評估社區傳播的風險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 其實看到武漢明天都已經開始解封了 想問會不會有甚麼措施 要求他們隔離 其實現在怎樣評估要求他們在家居隔離的情況 會不會覺得武漢回來 他們是會有可能造成再多一波的感染呢 還有就是再想問 昨天秘魯群組那裏 其實覺得秘魯那些人 應不應該全部送回去隔離呢 因為見花其實他們裡面 雖然是幾十個人回來 但是也有8%的人中了 如果不將他們全部送去檢疫中心的話 會不會擔心他們之後確診的數字越來越多呢 謝謝 我想每個卡拉OK群組 就是那些人士 相信是由卡拉OK的主要傳播 當然個別人士 可能有病徵都回到工 我們都通知了相關他們的工作地點 就是進行消毒 還有都會將他們 如果有一些是密切接觸者 例如跟他們一起吃飯 那類的人士 都會安排去檢疫中心的 我們就不要說要求他們要停業 至於秘魯的團 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那五位人士 其實有三位是同一個團 就是有二十一人團 包括那個導遊 其實我們之前都會由其他地方 埃及 或者其他地方 加拿大 都有些團是這樣的 我們整個團 就會拿去做 將那些人送去檢疫中心 另外那兩位 是兩個一起的朋友 是一起去自由行的 其他那些人 就是跟他們沒有關係的 那當然秘魯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可能都 不是每一道地方都是一樣的 那英國回來 我們都見到 很多都是 就是有一堆堆人 或者有一些傷識的 都是有一些 就是 情況 那所以就是 其實他們的 其他人 如果暫時 原來是陰性的話 都是要接手 家居隔離 讓他們看看潛伏期的情況 湖北省 包括武漢那個情況 政府都諮詢過專家的意見 那專家的看法 就是說他們那個感染的風險 目前來說 都不讓一些海外回來的人士高 但是其實我們都會把那個 那個胸後退役的檢測 我們都打算擴展到武漢 和湖北省回來的人士 讓他們都可以做一個檢測 然後他們回去接受 這個強制的家居的檢疫 下一位 這邊請問 謝謝 嗨 從RTHK 首先 Nepalese person 那位強制的家居 可以解釋更多 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問題 密切嗎 會有更多的 密切嗎 會有更多的 密切嗎 會有更多的 密切嗎 另外 Dr.Juan 提出了 一件事 關鍵 她居住在 Mong Kok 然後 H.A 你提出了 一件事 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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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肱 疾病 我們會要請問 那些活動 您 為何 會有更多的 科學生 體育 原因 是 她居住 在同一個 部門 的 部門 因為 我們剛才 有 確認 information that the father was wrongly sent to the hospital whereas the positive son has stayed and that happened yesterday and so now we are rectifying the situation for both so we have sent apology to the family and we will investigate how it happened and so it's maybe too early to tell the exact reason behind but I don't think for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it will affect the other people who are staying in the quarantine centre because the family itself stayed in a unit for case 933 is a locally acquired case with unknown source and link so of course this is one of the cases that causes us concern because this signifies there is some unknown local chain of transmission so we try to quarantine the close contacts of this patient and try to trace the source to see whether we can find anything in the exposure period so that was a patient age 82 man died this morning in the frozen ward in Paul Valley hospital he had underlying medical chronic medical diseases and because of the expertise opinion and then the ward was frozen and then that gentleman even he was admitted on 29th in March that was after those two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transferred out we still kept that patient in frozen ward for continuation of observation and isolation we took the sample for testing of NCOV for this case and then the result was turned to be negative and for prudence to be prudent we also took another sample from the deceased body for a second checking for NCOV test the result is still pending Does that mea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people of the virus could have where it was after living and being contaminated so the first test for the NCOV was negative when the patient was still alive and then so we took another sample it's for prudent sake so we'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result thank you 駿陽村檢疫那些警員 暫時的檢測情況是怎樣呢 還有剛才黃醫生就說到 呼籲多些人去做檢測 其實暫時實驗室還有多少負荷能力 可以做到多少樣本呢 麻煩你 那三位同事我們都要再跟得清晰一些 仔細一些 究竟他們 有個別我也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最後一天上班 有些都是發病前有些是發病後都有上班的 所以我們都要跟回他們每個個案的情況 但是主要我們在上班的情況 因為他們都是做些貨幣或者是些銷售那類的 通常他們都有戴口罩的 但我們就會擔心他們可能平時有時 吃飯的時候會跟一些同事一起吃飯 那類的可能會是密切接觸者 希望不是太多了 是的 我們昨天發了信給私家醫生 呼籲他們做多些這個測試 希望可以盡早找到一些感染了這個病毒的人士 可以說現在來到這一刻仍然有一個早的發言 盡早的發言 然後做接觸者的追蹤 做這個檢疫 入院做隔離的治療 都仍然是一個 在維持著的一個策略 這個策略我們看到暫時都未失敗 所以都值得繼續去做 那私家醫生 剛才我都提到 他們那個陽性的比率算是高的 接近兩個百分比 那變成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是可以做多些 做多些 那至於說實驗室那個檢測的能力 如果是一些 你做針對一些的人群 或者是一些實驗室監測的那個 那個目標的群組 你是可以檢測到多的陽性的數目的人士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介意 一定是有需要的 我們都會盡量去做的 警察那裡 我們暫時就沒有新的 窗布或者確診港版 打他這樣說 是 有線的 那首先呢 首先想問一下 其實這幾天的數字都少於30 其實是不是都代表開始穩定 而本地的感染數字 其實都開始變成單位數 有沒有代表些什麼 是不是都代表一個好跡象呢 那限聚令其實這個星期都會完 那其實都會不會建議是 你們覺得是否需要繼續呢 那第二條就是呢 就是想問回多一點點 剛才為什麼會搞錯了 爸爸和兒子的案子 那其實到底是會 是樣本搞錯還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說一個調查方向 會是怎樣 那另外也看到呢 922號的案子 是在英國回來的 那他就在 他需要假據檢疫 但是呢 就和917號是有緊密接觸 那其實他們是什麼關係 是不是在家裡感染的 917號和922號就在英國同住 但是香港就是不是同住 我相信政府其實都是不斷地檢視 就是那個方向的措施 那如果是有些現在行的措施 或者是一些是需要繼續 或者是一些新的措施 是需要開展的話呢 我相信政府都會盡快公佈的 那提到剛才那個家庭在這個檢疫中心 那那個中間那個出錯呢 就不是在實驗室那裡的 那至於是哪一個位呢 我剛才都提到 我們都是剛剛知道的 那我們都會做一個調查 下一個位 這邊第三號 香港01的 那想問回呢 就是有消息說 今天確診了兩名秘魯包機 回香港的人士 那剛才就好像沒有聽到的 那還有呢 以往那個確診者 和飛機前後兩排的人呢 都會是叫做密接觸者 那需要進去檢測中心 那今天 今次那個確診那幾名秘魯包機 回香港的人士呢 那我們前後兩排都沒有其他 是不是有沒有其他乘客的呢 為什麼他們沒有將這些乘客 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和送去檢疫中心呢 那另外呢 就是袁港教授 多次提到現在 當局追蹤接觸者的工作 做得不夠的 那就有傳媒報道說 有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就沒有被即刻送去檢疫中心 那袁港教授就說 當局應該每日都公佈 什麼時候才可以追蹤到密切接觸者 那想問一下 張醫生會不會有公佈到有關的數據 還有現在一般要用多少日才可以 追蹤到這些接觸者呢 那最長又要多久才能追蹤到呢 那第三條問題就是 美國有一個研究就說 吸手噴出的飛沫雲呢 最遠可以去到7至8米的 那就建議世衛 更改1至2米的社交距離 那張醫生對這個研究 有沒有什麼反應或者回應呢 香港需不需要保持更加遠的社交距離呢 麻煩你 那個前後兩排那裏呢 我們都看過我們自己那些 那麽多 那麽久以來的個案 雖然它有很多飛機 都是有多過一個個案 但是它們呢 如果坐得在一起 就是坐得近的那些呢 通常都是一起回的那些 就是認識那些 而其他那些呢 都是坐得散修修的 就不是說在那個兩行距離那裏 那麽所以呢 自從我們在 就是全部回來的遊客呢 都是要家居隔離之後呢 那麽其實就 都有很多 就是每個人都會派回一個瓶 就讓他們去化驗 那麽所以呢 我們就在那個 病例前後那兩排那些 或者是圍住它那些25位呢 我們就不會故意 就將它們呢 由家居隔離呢 就搬去那個檢疫中心 因爲其實都是在做 就是檢疫的隔離 而檢疫中心呢 主要都是給那些 真是那些 家居那些密切接觸者 或者是其他那些 就是和它一起吃飯 一起唱K 就是那類的那些 密切接觸者 那反而飛機回來的那些呢 我們因爲差不多 整個飛機都要去光了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但是我們都觀察著 就看一下真是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可能大家在飛機上面 都會做得比較多的防疫措施 就是不同以前 以前可能大家 不會戴口罩 或者一起吃東西 現在大家搭飛機都會比較小心 所以我們見到那個情況呢 就不是說真是有 在飛機上面 就是傳播那種情況 今天我們就沒有收到秘魯的確診個案 就是如果你聽到那個消息 有機會是因爲我們化驗所出報告的時候 就是可能是有些秘魯的個案 但是就是昨天的個案 就是它有時重複出的 有些化驗會重複的 就是我們對回之後 就沒有新的個案 就是這個問題 主要是這樣的 是 你說那個 就是contact tracing那裡有多久 通常我們接到個案 就會馬上找到他 如果順利的話 就會找到他的家人 通常一天來都會找到他的家人 但是有個別個案 因爲他去過很多地方 他可能又去派對呀 去公司 或者很多 就要看看我們多快可以找到那些個案 之前也有些是檢疫中心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送到檢疫中心呢 其實我們如果是密切接觸者 沒有病徵的 我們就會盡快送到檢疫中心 如果是有病徵或者曾經有病徵 譬如現在康復了 不過可能前兩天有些病徵 我們就覺得安全一點 就要送到醫院隔離或者做檢測 之前也有幾天確診個案送到醫院 都可能有少少檢疫中心 但是現在都很快清了一條隊 那面對那些密切接觸者 譬如有些少少病徵可能已經康復了 但是我們就覺得不如送到醫院安全一點 驗完才出來檢疫中心 可能那裡看下去的數字可能會 為什麼這麼遲 那邊那位女士 我都見到有另外一些專家都說 可能未必是這麼長都不頂 不過始終社交距離 大家如果戴著口罩 那麼安全一點 就要除了飛沫那裡阻礙了 其實洗手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飛沫不只是彈到你的臉 可能彈到周圍的地方 你手碰到其實都是有點危險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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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蘋果日報 想問黃醫生 其實929號 那個男生出錯 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他的父親被送到醫院多久 即是他逗留在醫院裡面 會不會在隔離病房裡面 即是他自己有機會受到感染呢 你們多久才發現這個出錯呢 另外現在的兒子 現在的父親是否會送回檢疫中心 還是會留在醫院繼續觀察呢 然後益城樓其實到現在 有幾多個確診的個案 是否有三個還是四個 即是有沒有一個大規模的爆發的可能性 在裡面呢 會不會派一些專家去拿一些環境樣本 之類怎樣處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警員 剛才就說未有進一步的結果 但是昨天其實說有兩個警員是有病徵 即是可能今天會有結果 其實那兩個警員有結果沒有呢 第三條問題想問回HA 即是有聯合醫院那邊就說 ICU那個腐壓病房其實是爆滿了 沒有其他醫院肯收一些病人 其實ICU腐壓病房的使用率是怎樣呢 是否將軍路那邊都已經滿了 然後其實有些醫護就說 即是東區聯合和瑪嘉莉好像就專修一些病人 即是其實是否有些分配不均的問題呢 醫管局是用些什麽的準則去 即是給一些確診的病人去不同的醫院 那個準則在哪裏呢 麻煩你 是 尼泊爾那個家人 我們搞錯了呢 其實都是很不好意思 那我們都跟那個家人呢 就是致歉了的 那我就了解呢 那個爸爸呢 即是搞錯了 他應該是陰性的 那個結果 那就搞錯了 那就是昨晚呢 就是11點左右 晚上11點左右 就是送了去醫院的 那我們是正說呢 就是知道 就是搞錯了 應該是他的兒子呢 才是一個確診的病人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跟醫院管理局呢 是聯絡了的了 那就是會把兒子呢 就是送入醫院了 當然 那那個爸爸呢 就應該是回到這個檢疫中心 那那個爸爸呢 他昨天是進到醫院那裏呢 都是在一個單人的隔離的病房那裏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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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都是給那個 那個 酒吧群組呢 有很多 有一些個別單位呢 是一些 就是當是宿舍這樣 所以是酒吧群組那些人呢 住在那裏 那裏呢 那當然會有多些個案 那但是在三樓來講呢 就是 因為他 就是 525和477 525和477 那兩夫婦就是住在 現在929那個單位裏面的 就是他們應該是一個單位 不過就分租了一間房間給那兩夫婦 然後他另外一間房間就是工人住 加上他們自己家人住 就大家一起共用廁所 所以我們當時知道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雖然是929 那一家人是沒有 就是好像是兩家人那樣 但是都是共用廁所 我們都會當他們是密切接觸者 就送入去檢疫中心的 之前呢就是 在同一層呢 就是 有另外一個單位 就是 他說是另外一個 就是獨立的 好像獨立廁所的一個單位 一個人士 那他也是一個確診 所以我們當時都下去 就想找回其他另外一個單位 那一層樓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3A B C 那C好像是 不是一個正式的單位 那樣 但是那個A呢 我們其實現在還在找裡面的人 那應該是B C 就應該 就是全部要是去了醫院 要是去了檢疫中心 那我們暫時就沒有見到其他 就是整棟大廈沒有見到其他的 那些不相關的人士呢 就是受感染了 那都已經是 就是督促那個 管業處 或者在那裏呢 就是會加強一些清潔 清洗 這樣 那麽好 關於那些確診的病人呢 其實當衛生署通知我們有確診的病人呢 其實我們就會經過我們 醫院管理局那個重大事故控制中心 在那裏安排分配病人 那在那個分配上呢 最主要就是經回我們聯網那裏 那裏 早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有個病床那個協調人員 那就看回哪間醫院呢 現在那個病床的情況 來安排回他們入院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正如先頭所說 我們不希望呢 短時間裏面呢 有一間醫院呢 是收一個大部份的病人 令到那間醫院呢 就是那個 影響了他特別的運作 所以呢 我們都會分開在不同的醫院呢 接收一些確診的病人 這樣 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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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伙子 看看 north 請ín for example, how many days would you then would you be able to say that there is a downward trend and would you be able to then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som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or public measures can be relaxed and do you have any exit strategy because like these lockdown measures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and what would that exit strategy be? My second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private doctor testing scheme, the enhanced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scheme that Dr. Wong has talked about You've talked about there are 4,000 samples returned by private doctors so far. How would you characterize that? participation rate is it high or low and Why do you think not as many private doctors have come forward to join the scheme? What is holding them back? My third question is about the hospital blunder again in mixing up two patients What would your investigation direction be and when you talked about for example There are not enough beds so I also want to ask about that That there are some private walls Private beds that are being operated within public hospitals for example that in some some hospitals for example Queen Mary Hospital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for example that will be taking private patients That has been a long-term practice, but do you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hose walls to be opened up to take in? COVID-19 patients to be turned into negative Facility ward with isolation facilities. Thank you I respond to the first question so I think the overall number seems to have Going down a bit but for disease with a longer single patient period of 14 days We have to observe for a longer time and also we will observe the trend not not by the number of reported on that day It's by the onset day, so we need to see the epidemic curve to for a longer period to see and whether there's a downward trend Maybe 14 days but sometimes we will have patients who have onset earlier So we need to add back the figures, so there will be some delay in reporting Yeah, for the private doctors testing of The vir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elp with the early detectio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the infected patients Yes, as I said There have been over 4,000 tests cumulatively referred by the private doctors To our laboratory for testing In the last month or so and the highest daily number I can recall is about 400 Per day, but of course the figures fluctuate from from day to day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the reasons behind I just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the free laboratory testing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open to all private doctors, so we do very much Hope that and encourage the more private doctors To offer the testing to their patients When there is any suspicion of the COVID-19 infection because Some of them can actually have a very mild or vague symptoms So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alertness and suspicion and in in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fact, there are some private wards are very already been converted to a tier one airborne isolation room already and then besides the private wards we have also retrofit some general wards to equip with a negative pressure function and And that was around 400 baches Virtual feet or bed has been classified as tier two isolation bed Okay, this is not good Next one The second one I'll read the second one Loved it Yes, we are very intelligent First of all want to ask about the case Just first we want to ask about the 929 On the phone On the phone In fact, can we can make sure On the phone The 3r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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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phone The 4th room The 3rd road 有幾多個家人住在那間單位 另外也想知道 他的父親被安排入院 其實是入了哪間醫院 何時才被送出來 總共逗留了多久 另外就是關於博愛醫院 82歲的病人 想知道他本身的長期病患是什麽病患 本身是因為什麽事入院 以及過去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一路以來的情況 最後就想問回關於無漢反港人士 剛才黃醫生也提到 其實他們的感染風險 可能不比外國反港者高 其實就想問一下 是否不會考慮將他們送去任何的檢疫中心 又或者其實現在那個深喉退驗檢測 如果推薦的話 會不會考慮好像秘魯的方式 等到他們檢測結果出了才可以走呢 還有他們那個家居檢疫的方式 會不會是有戴電子手帶呢 因為之前都說 內地反港人士 可能都不會戴手帶 想知道現在會不會 麻煩你 就說回929的益城那個樓層那裏 那裏 據我所知 他那一層樓就有3A 3B正式單位 但是他也有一個3C是沒有門牌的單位 沒有門牌的單位 應該是第七八六十宗個案他自己住的 但是我們都未找到究竟這個業主是誰 另外有3B 3B的單位應該是 他分租了一間房間給477和525住 然後他自己的家人 即是929和他爸爸媽媽 加上還有一個工人就住在另外一間房間 他們整家人我們都送去檢疫中心 至於3A我們還未找得到的 那我們都在找到 929 929 啊 聯合醫院 關於那個離世的長者 他本身有長期病患的 他也有些腎病和認知障礙症 但由於始終有病人私隱 那我都不可以講得太詳細 其實他都是因為他本身長期病患的問題是入院的 就不幸今早離世 湖北回港的人士包括在武漢 剛才提到我們都會把深喉推檢測擴展這一批人士 大家也記得在武漢撤回來香港的第一批人士有四百多人 最終有一位是陽性的 變成那個比率其實都不算很高 專家的意見就覺得他們 比起現在在海外回來的人士 累計來說如果是在海外回來的人士 大約是1.1至1.2%的陽性率 當然每一天都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專家的意見就覺得武漢 在湖北回來的人士 比海外回來的人士的風險就不會特別高 所以他們都認為就是擴展了 做了那個深喉推疫 就可以讓他們回家的 下一位這邊 第四行 外面的人士 你很明白 想問問第一 馬沙那三個個案分別在哪些分店 第二想問問929送錯了 父親和兒子的個案 第一件事 想問一下 一行家剛才問過 他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他送回適合 就是他父親出院 兒子進了院 他逗留總共是幾多個小時 剛才提到實驗室是沒有錯 其實是怎樣發現出錯呢 或者你們那個調查的方向 會調查哪些環節有沒有出錯呢 第三想問一下 師家醫生那個加強肺炎室監測那裡 其實你們認為現在那個反應 就是一個月四千多 是不是好還是差呢 就是因為 就是看過去幾天都 每天都可以做到四五千個 一個月四千多 是不是反應都不太理想呢 你們會怎樣 再呼籲師家醫生參加呢 我先回答馬沙長組 他們這幾位確診人士 都有一些在銅鑼灣分店 有一位都在尖沙咀 Habar City那裡 即港威那裡 另外有一個在上環和灣仔都有上班 再說回九二九那個個案 剛才問到在醫院留了多久 我們剛才拿到的資料 就是他大概昨晚十一點鐘 就是送到醫院 所以我們看回 如果來到現在 都在說可能是六個小時 六七個小時這樣 會安排回去那個檢疫中心 那個爸爸 那個兒子 就是去這個醫院 但是在這一刻 是做了沒有 我們就未知道 因為我們 至於說那個 為什麼中間會有個搞錯呢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都是猜的 為什麼會有搞錯 可能有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對於一些外籍人士的名字 例如說尼泊爾籍 可能對我們來說 那些名字都是很相似的 那會不會在那個名字那裡 是因為這樣看錯 或者叫錯 或者爸爸或者兒子聽錯 這個是要調查的 那至於你說那個測試 那測試方面 就過去一個星期左右 我們看回 就特別是在平日的時間 就每一天其實 衛生署加上這個醫院管理局 都是做三千幾四千個測試的 那這個數目 其實我們都在之前都有交代過 就香港整體做測試的那個數目 其實是一點都不少的 那去到三月底 就是大約一個星期之前 我們都累計是做了 差不多接近十萬個測試的 那如果計算那個人口 每一百萬的人口 就是做了12000 接近13000 是超過12000 那在這個 如果跟其他地方 即不是說要比較 但是如果大家上網都會看到 有一些專業 都其實有列舉到不同地方做的 那個測試的數目 那香港就一點都是不少的 但是我們其實都是 講過了 我們是想盡早找到一些感染的人士 那如果是很輕微 或者甚至乎是在出現症狀之前的一些感染的人士 如果是我們有機會可以 是及早已經找到 我們都希望做得到 那私家醫生他們確實 如果看回他們累計的那些 那些檢測的數據 他們那個陽性率是高的 那也有趣的 他們比起普通科門診 那個檢測找到的比率是高些的 當然他們的數目 就是相對是少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私家醫生 都可以多些參與 就是做多些 幫他們的病人 做多些那個檢測的 下一位 那邊後面的那個男士 你好 三位經濟日報 首先想問回第933宗 那位尼泊爾籍的孕婦 現在她的情況是怎樣 她出現了些甚麼徵狀 她住在哪裏 還有多少個密切接觸者 另外第二條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現在衛生存會不會憂慮 少數族類會造成 第二波的群組爆發感染 會怎樣去提醒 和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港府一些現行的防疫措施呢 另外第三題 就是想跟進回 剛才黃醫生也解釋過 有機會是送錯醫院的單 可能是溝通上出現一些失誤 一些誤會造成送錯的情況出現 那想問現在衛生署 處理一些外籍確診人士的時候 會怎樣處理呢 是否多數人都可以用英文去溝通呢 未來會不會考慮 再加一個翻譯 去幫忙處理一些外籍個案呢 謝謝 第九百三十三宗個案 就是女士三十八歲 那她就是懷孕的十九週 那她就四月一號開始咳 那就去了伊利莎白醫院 就拿了個樣本 那跟著就送回個樣本 就是楊盛啦 那她很初步的資料呢 就知道她和兒子住的 那但是因為她的地址 我們都要研究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是和其他人 一起共用設施啦 那如果一起共用設施的話 可能和住的那些人呢 我們都要戴定為密切接觸者啦 那當然她有沒有和其他人 再有一些感染期的時候 會再有接觸 那當然那些都可以是密切接觸者啦 要說回少數族裔的人士 其實這個我們都是有關顧的 就在很早期呢 我們都制作了不少的宣傳教育 健康的資訊給他們的 就很多不同的那個語言 因為在香港都確實是多 不同的小數族裔的組群 那我們都有和他們那些服務機構呢 是聯絡啦 透過他們呢 就是去發放那個訊息啦 那我們都有參與過一些 比如說一些電台 是專門給小數族裔的社群 去收聽的那些電台的節目 我們都是有參與的 但是我想呢 其實這個病毒大家都知道 其實什麼人都會受到影響 不是單是某些特定的組群 或者人口特徵的人 所以呢 所有的人都需要去認識 了解和預防 那我相信在 譬如說在檢疫中心呢 應該大部分的情況呢 就算不是本地人的話呢 我相信都應該是應付得到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 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需要一些額外的支援的服務呢 我想我們都會去拿的 好 下一位 最後兩位呢 就是那個男士 然後最後那個女士 你好 你好 AM730 想問幾條問題 首先就是想問一下 韋先生剛才說過 就是說那個深喉體育院 本收集會擴大至湖北 無法反港人士 其實因應現在 反港的人次都減少 會不會考慮送他們 去亞洲破口罐那裡等呢 還有就是手帶 相信現在的用量都少了 他們會不會都要求他們 戴上手帶 而不是只用那個WhatsApp VChat定位 那第二 想問一下個案 就是 就是表寫到926和928 都是酒吧群組的相關人士 但是 就沒有說他們在哪裏送院 其實他們本身有沒有入警戒中心 還是 本身都沒有入院 或者是醫院呢 本身 還有想問 益城樓至今 除了三樓單位之外 其實total有多少個人確証 還有最後想問一下 馬沙那幾位攝購員工 其實是哪個號碼 請問一下對哪個號碼呢 麻煩你 就住在回港的人士 做這個 胸後退役的檢測 其實現在我們都是 有在 亞洲國瀾館那裡 我們那個臨時的樣本 採集中心那裡 有部分人士 都會去那裡留那個樣本 一直 我們的運作都是很暢順的 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是 會在看 會進一步去加強那方面 如果是所有的人士 都可以去那裡留了個樣本的話 這個我們就是確保 所有回來的人士 都可以做到那個 那個胸後退役的那個檢測 雖然這樣說 其實現在就是那個 那部分比都是相當的好的 我們就是 每一天都是有監測的那個數據 就是去過超過九成的人士 其實他們都是有留了個樣本 然後就是交了個樣本 有兩個途徑 目前來講 一個就是 回來的時候 直接在這個機場 我們剛才所提的那個 臨時的樣本採集中心那裡留了 另外 第二個途徑就是 他拿了個樣本瓶回去 留了之後 就透過比如家人 那就是交回去那個樣本收集的診所那裡 那但是如果是要確保 每一個人都留 那就 所有人如果都在那個 那個 採養中心那裡留了 就會是更加一定可以確保 那至於那個回家 做那個強制檢疫 那我理解呢 其實資訊科技 總監的辦公室 其實都要一路在那裡優化 那個家居 那個監測的 那有電子手環那些 那變成這個就 那個詳情我就不是十分清楚的 那我就跟回那個 強制的家居檢疫那裡去做 926、928 他都就是 家人確診之後 那他的兒子 那些小朋友都送了去檢疫中心的 那他們兩個就因為要 有些曾經有的病徵 或者是一些輕微的病徵 那因為當時都是要等 送一些確診個案入醫院 那變成他們就是 那些病徵不是特別厲害的那些 就等了送去亞博那裡 那裡做測試 那可能中間是有些延誤的 那就是 等一下 在益生樓那裡 就是 益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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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相關的個案 就是沒有相關的個案 馬山和阿蘭法 馬山和阿蘭法 就是 我也是初步資料 因為他們可能上班 有時都會去不同的分店 都不頂的 那923就應該去尖沙咀那裡 而925就在銅鑼灣 932就應該有去尖沙咀和淚灣仔 最後一位 那邊有問題 東方日報 其實就想問回 929那個案子 就是他爸爸是送錯去哪一間的醫院 還有就是知道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劏房的案子 其實這樣這些個案 其實是不是會很危險呢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共同的設施 那是否一戶中招 其實其他基本都是 借中招率會很高呢 還有想問回933那個案子 那個孕婦 是不是都是住劏房的呢 還有會不會有個 準確一點點的地址呢 還有就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廣東省衛健委 就通報就說 有一宗境外輸入病例 其實那個案子 就是在香港隔離了14天的 但是他就在我那間酒店 到自我隔離 不知道是不是自我隔離 集中隔離了14天 那我想看看你們 會不會有多少少的資料 就是關於他在香港的行蹤 929就送了去聯合醫院 一個單人的隔離房 應該是昨晚23點 就是深夜送過去的 那他其實就進去之後 都做了一個深厚 不是深厚 就是呼吸道樣本 都是陰性的 那好像今天就會再做多一個 那如果全部陰性呢 都會送回去檢驗中心的 而他的兒子 都會另外安排回到醫院的 就不一定是交換這樣 就933 933確實地址 我就沒有回答在身上 那我們看他的地址 就有一點點懷疑 會不會跟其他人士 共用設施的 那我們都是在聯絡 所以我們都看到 他其實是家居隔離的 就應該是在一間酒店 家居隔離 然後就離開了家居隔離 之後又去過第二間酒店 那跟著 因為他其實 家居隔離的時候 就有些病症 但是他就沒有叫我們 那他可能心急回大陸 那他在大陸那裡確診 那他那兩間相關酒店 我們都會通知他們 做一個大清洗 今天有記者到此前面 多謝大家 今天有記者到此前面 多謝大家 是的 是的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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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Diamond Hill Back Office 即是在辦公室那些 那些 會不會有些法律警者 他們是不夠男孩醫生的 我認可 自然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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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